家人们谁懂啊 想加入G吧 蓝鹿虎竟然是他 G7峰会结束了 七国领导人各回各家 不得不说呀 这次峰会的算盘 打得呀 哎呀那珠子都快崩倒出脸上了 不过要说呀 这次峰会最有意思的事 还得看那压根儿不是成员国的韩国 最近几年呢 韩国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是消尖了脑袋想加入G7 但是呢 都因为日本的反对 没能成功 到了今年呀 前面的铺垫足够多了吧 结果依旧是失败斯米达了 而且还被岸田点得透透的 同源国压根儿就没讨论过扩容这事 更别提 什么美国同意韩国加入 却被日文否决了的事了 哦吼 和这从始至终 八字都没一瓶呢 韩国怎么就这么猴急 想要加入这个小团体呢 日本又干嘛非要拦着他呢 别急 咱们从G7是怎么来的讲起 G7都有谁 英 美 法 德 日 义 再加上加拿大 好家伙呀 这得亏是七个 不然岛数还以为自己认错了呢 众所周知啊 资本主义社会经常的闹社会危机 这几个国家就凑一块了 决定一起商量 怎么应对这经济危机呀 就业压力呀 等等的各种问题 一来二去呀 就形成了G7 但是在七国集团中 日本平时可没手受窝囊气 回想去年G7慕尼黑峰会 岸田在一众领导人面前无人搭话 沦为背景版的尴尬还历历在目啊 到了今年G7峰会 这次好不容易当上东道主了 还不得把戏份拉满 刷一波国际存在感 会议地址给安排到广岛 营造一波核受害者的人设 嗯哭哭 沃克兰局势 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经济安全 都得谈 核不扩散 也得谈 哎呀 走吧 大哥的脸色变了 哎 那那那我不谈了 什么核废水不废水的 来大哥 谈谈我们本地特色 浮到海边 现烙海鲜 越新鲜 越安全 而定一边 韩国作为精神G8人 也在狂刷存在感 在各国领导人之间疯狂走学 但是 别忘了 日本 不仅是东道主 还是七国集团唯一的亚洲国家呀 怎么会允许你韩国夺走这风头呢 况且日韩的产业重合度可不低呀 一旦韩国成功加入 那日本不得让出不少利益 就凭你韩国也想和我平起平坐 不行 想都别想 虽然韩国说日本是共享普世价值的合作伙伴 但是到头来还是同窗一梦啊 遇上事了 第一个跳出来使绊子的就是日本这位表面兄弟 这还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自个儿当去吧 韩国为什么想要加入G7的饭局呢 这个发达国家的小团体啊 聚在一块既能搞钱又能搞事 对韩国来说那吸引力可是太大了 想当年苏联刚刚散架的时候 为了犒劳一下俄罗斯国内最卖力的那批人 G7也曾经对俄罗斯敞开了大门 成为了G8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所谓的G8实际上是G7加1啊 说白了就是原先的哥七个 先开个会商量好了 然后再把俄罗斯叫来各种教育 到了2014年直接就连装都不装了 借口克里米亚问题就把俄罗斯踢了出去 也就是这个时候 韩国突然灵光一闪 嘿 俄罗斯不行了 那我行啊 G7不是一直都邀请对话伙伴吗 我就来加入你们呀 即便日本强烈反对 这盆冷水也浇不灭韩国人的热情 毕竟G7又不是你日本说了算 我只要讨好了大哥 那阁下又能如何呀 看到这儿 老友们明白了吧 G7的内部可不是铁板一块 澄阳国们都踹着小酒酒 准备兴风作浪呢 不过要导述说呀 各自心怀鬼胎 在广岛大谈和平 那能招来的 恐怕只有更加深重的灾难吧 我是导述安仙 点赞关注人民日报侠客岛 我们下期接着再聊